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晚上好各位亲爱的听友 我是主播佳萌 在美丽的千年古线 运河名称临近 向你问好 今天晚上和你分享的这篇文章 名字叫 《婚姻中最恶毒的八句话》 婚姻是一场修行 从两个人变成一家人 表面看起来 也许只不过是领一本证 搬一起住那么简单的事情 但这中间 其实需要经历长久 而艰难的磨合 在这个过程中 如何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注意说话的分寸 就成了婚姻 这场修行中 极为重要的一关 其中有八句最为恶毒的话 无论你有多生气 也请一定不要说出口 因为这些话 实在伤人太深 你非要这么想 我也没办法 乍听起来 这句话里充满了委屈 我明明没有这么做 你为什么就这么固执己见呢 事情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该说的反正我都说了 你要非那么想 我也没办法 但其实这句话 传递给人的 更多的是推诿和厌烦的情绪 我没做过 爱信不信 懒得理你 当你感受到这种情绪的时候 是不是心 一下子就凉了你大半呢 要不是为了孩子 我才不跟你过 一句要不是为了孩子 彻底改变了原本在一起的意义 婚姻早已名存实亡 你根本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地方 我之所以还留在你身边 完全是为了孩子 所以请你不要再自作多情了 婚姻关系的维系 原本是因为两个人 在情感生活等方面 相互间有所寄托 有所依赖 于是彼此难以割舍 但当一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显然表明了在他心里 早已没有了这些羁绊 之所以还在一起 无非是为了孩子 勉强度日罢了 你看看别人老公 老婆 再看看你 婚姻中最忌讳和别人比较 动不动就说 看看别人家的谁谁谁 会切切实实给人一种 在你眼里 我就是什么都不如别人的挫败感 夫妻间需要相互肯定 相互鼓励 这样的夫妻感情 才是充满积极向上的正能量的 而一天到晚 拿别人家的老公老婆 来数落自己的另一半 不但打击了对方的自信心 还给婚姻蒙上了一层负能量的阴霾 跟你说了也不懂 这是很多男人都爱说的一句话 可能他们自己觉得无非是随口一说 但很多时候恰恰就是这样的无心之举 最能看出一个人内心真实的想法 你没听懂 多问了两句 他立马就不耐烦了 但又不好直接发作 于是就用一句 不说了跟你说了也不懂 搪塞过去了 短短的几个字里 满满的都是对你的轻视和不耐烦 谁听到这样的话 心里都会不舒服 随便 你看着办吧 虽然是轻描淡写的语气 也显得很随和 给人一种 我都听你的 你拿主意就行的 好男人的感觉 但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如果你和他的生活中 成天被这句话包围 久而久之 你会越来越讨厌这句话 因为他将生活中所有的麻烦 全都丢给了你 一遇到事情 就让你看着办 一遇到难题 就撒手不管 这其实是一种 没有责任和担当的表现 更让人寒心的是 显然他对你们之间的很多事情 已经失去了兴趣 所以并没有打算 积极地参与其中 我的事不用你管 婚姻中 夫妻本该是一对命运共同体 荣辱与共 风雨同舟 幸福快乐 两人一起分享 困难苦痛 大家一起承担 但是一旦有个人说 不用你管 无疑是给两个人 画了一道分界线 言下之意便是 你的归你的 我的归我的 管好你自己的事 我的事也用不着你来管 可能你说的不过是一句气话 但就是这么一句话 瞬间让你们之间产生了 距离与隔阂 我当初就不应该和你结婚 很多夫妻吵架生气的时候 会对伴侣说 当初我就不应该和你结婚 这句话还有另一个版本就是 和你结婚 我真是瞎了眼 话里话外 透出的全都是 对眼下婚姻的失望和不满 虽然说这话的人 可能也无非只是想气气对方 或是给他提个醒 让他知道 自己现在过得不是很愉快 但他听了这话 就会觉得 你原来早就厌倦了眼下的生活 而之前你们共同经历过的美好 也早就被他否定了 失望是可想而知的吧 你跟你爸妈真是一个德行 夫妻之间吵架 最忌讳的就是 殃及对方的家人 但凡是正常人 听到对方辱骂自己的父母 都是很难抑制内心的愤怒的 所以千万不要去挑他的底线 吵架也要就事论事 不要扩大伤害范围 更不要殃及无辜 就算他的父母 平时确实有很多问题 你也不可以当着他的面 以下把他和父母都骂进去 这是非常愚蠢的行为 任何人都无法接受 一个不尊重自己的父母的人 更何况 还是和自己同床共枕的人生伴侣 再说 他的父母毕竟也是你的长辈 说话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分寸 都说祸从口出 这是人际交往最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 其实夫妻间也一样 甚至因为有着特殊的感情关系 很多商人的话 在夫妻之间的杀伤力 会放大十倍 乃至百倍 学会好好说话 或者至少不要说狠话 恶毒的话 对于每一对夫妻来讲 都是必须明白的道理 如果你喜欢我的声音 喜欢我们的文章 就请在文末 点个赞吧 我是姜萌 祝你晚安 拥有欲挂眠人的好心情 你不但做什么 只会不得了 只会不得了 很难的 我只要你一顶 我都没有一顶 你不得了 让我爱的 我只要你一顶 你不是 在你一顶 可孤单以前 涌自的回忆 时间抹去 人在广东已经漂泊十年 有时又怀恋 当初一体经意改变 让这天空将你我相恋 怀恋你 做了云的天空还任性 是否它显性在乎反而容易放晴 非要最后有所有在无所为止 我知道在很多时候 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你和其他女孩不一样的就是 你从来都问我喜欢你什么 反而我常常都问你 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感谢 小的多一些 改变又彻底 指面这世界 真假有些 人在广东已经漂泊十年 有时又怀恋 当初一体经意改变 让这天空将你我相恋 怀恋你 做了云的天空还任性 是否它显性下一次的相遇 就算最后 你无所有也无所为止 相信你 相信你 就已当初一里 走过广东这十年 幸福就要 唏唏感慨那当初 相信你 哪怕仅仅是假装着勇敢的面穿 也不能收获得精彩的勇气 人在广东已经漂泊十年 有时又怀恋 当初一体经意改变 让这天空将你我相恋 怀恋你 做了云的天空还任性 是否它显性下一次的相遇 就算最后 你无所有也无所为止 就算最后 一无所有 我都无所为止